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数小时内抢救无效 不致身亡 终年67岁 据悉 安倍遭枪击后 现场人员立即为安倍做心肺复苏署 随后用直升机将安倍载到奈良县立医学大学复属医院治疗 但最终依然不致身亡 该事件也引起大麻政治人物的关注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也发文表示哀悼 国家王宫今日在面子书贴文 表达苏丹阿都拉陛下对此事件的关注 贴文也提到 元首陛下在今年3月11日 在国家王宫接见安倍晋三 陛下对有关事件深感悲痛 也向安倍晋三的家人及全体日本人民 表达同情 并希望安倍晋三的家人 能保持耐心与任性面对考验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也在脸书发贴文 感到震惊与深切关注 目前人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伊斯麦 今日在社交媒体贴文 谴责此令人发指的行为 他说他赴于今年3月接见安倍晋三 当时安倍晋三是配合向东学习政策 四十周年与马日建交六十五周年 到访我国 据日媒现代Business周五消息 枪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男子山上 彻也已被逮捕 他使用的黑色自制枪支 或为3D打印机制作 嫌疑人把枪支伪装成照相机作案 以避过安保人员的注意 根据报道 嫌疑人告诉警方 他对安倍不满 打算杀掉他 四十二岁的凶手 山上彻也 由2002年至2005年 任职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 柔佛摄政王东姑伊斯麦强调 柔佛苏丹自1899年以来 以将所有政府拨款捐赠给基金会 并驳斥了前首相马哈迪 三十年前指控十名马来统治者 使西干人民财产的水质的言论 那是一个遭到扭曲的谎言 他指出 自1899年以来 以故柔佛苏丹阿布科卡 将所有政府补贴捐赠给基金会 以协助有需要的人民 到了已故柔佛苏丹伊斯干达在任时期 也将所有政府补助 捐给苏丹伊斯干达基金会 不仅如此 当柔佛苏丹伊斯干达被任命为国家元首时 还将联邦政府提供的津贴 捐入苏丹伊斯干达基金会 他说 苏丹伊斯干达基金会 不仅帮助有需要的人 还帮助那些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 以及帮助深深学子 目前柔佛苏丹伊布拉星 也将政府津贴 捐入苏丹伊布拉星基金会 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表示 柔佛苏丹和雪兰俄州苏丹的财富 是因为经营公司和投资 不过 这些投资并没有涉及垄断大米 垄断白糖 垄断面粉 进口准政 固打制 政府工程 私人转让 和其他等 不像那些有权力的捧党 例如在敦马1981年担任首相之后 以及1982年 公正党主席安华加入巫统之后 他强调 虽然政府可能 有复兴几十名马来统治者 不过就如柔佛苏丹伊布拉星所说 这些钱自1899年 都交还给人民 当时马来西亚 甚至还未独立 还是英殖民地 被称作马来亚的时期 被视为大马票房冠军的马来电影 Matt Killout 由于出现江飞无意 和马来人对立的情节 被指破坏 种族和谐 马来西亚西克团结联盟 发表文稿说 莫基劳剧情 虽然是讲述马来英雄 对抗英国殖民者的故事 歌颂马来人捍卫家园的精神 然而当中 将其他种族与非穆斯林 描绘成坏人 这是令人遗憾的 文告说 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也有损社会和谐 特别是 我们发现电影中 有包头巾的西克人 饰演英国军人的角色 他们甚至像老人 儿童以及手无寸铁的市民 下手 这一部分完全是 赤片商铁造的 企图当成是事实 我们觉得这样 会导致种族不和谐 该联盟强调 尽管发生战争 西克教也严禁信徒 伤害儿童 妇女以及老人 我们诚恳地 呼吁大马电影业者 不要在电影中 加入会伤害宗教 与种族情绪的元素 这样只会导致 种族之间产生误会 墨基劳上映13天 就已经获得 5300万零级的票房 成绩亮眼 然而 由于剧情含有 不利少数民族的元素 因此在社交媒体也 引发争议性的讨论 在引发争议后 一些曾发起 看墨基劳运动的反对党议员 同样遭到网民的批评 随着我国冠病 单日确诊新增病例 再次突破四位数 卫生部长凯里警告 若国民对疫情松懈 和不准守防疫措施的话 政府不排除 进行强制管制兑付 凯里今天召开记者会说 大蚂蚁发现 阿姆克兰新变异毒株BA.5 并将可能引发 第四波新冠疫情 民众受怵 立即施打加强针防疫 他指出 该毒株可能 导致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增加 包括二度染疫的风险 他提醒民众遵守室内 强制戴口罩规定 因为发现越来越多 人已松懈没戴口罩 假如继续 明顽不灵 导致新冠病例反弹 政府不排除援引 1988年传染病预防 及控制法令 342法令 执法对付 他指出 该毒株可能导致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增加 包括二度染疫的风险 此外 凯里说 目前政府医院和卫生诊所 免费提供 抗病毒药物给符合资格的确诊者 包括长者 慢性疾病患者和共病患者 他指出 民众也可在97家私人医院和诊所 获得该口服药 目前已有 4001名新冠患者 服用 没有出现副作用 至于60岁以下 打第二剂加强针 卫生部还在研究 预料会在未来 一至两周内定夺 他说 是否允许5岁以下儿童 接种新冠疫苗的研究 也还在进行 接种新冠疫苗的研究